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會說一說現在新冠疫情 連續兩天都跌到雙位數字 之前100 現在過了三位數字 連續兩天跌到雙位數字 好像很好 很厲害 但源頭不明才是我們最感到擔憂 何為源頭不明呢 我那次跟的士司機談 其實我們現在擔心的是源頭不明 的士司機也這麼說 我們一天再客人 如果乖的士司機 基本上自己乖 每一個客人下車之後都會噴一噴 其實他們感染率是低於其他地方 我承認的 因為的士是第一 兩多 第二 早晚兩間 是會不同換人的 亦有很多炒散 相對於感染人數來說 其實是算低的 比例算低 比一個跳舞群組已經少了N倍 而他又跟我說 如果我們感染的機會 感染的人數最多的一個半個 因為乘客都是一個半個 我坐齊了都是四個五個 加上司機六個人 我當那輛車可以安裝到五個人 加上的士司機六個人 如果萬一一個巴士感染的話 是說過百人 這個是事實 但你告訴我 巴士有多消毒 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自己坐在總站 我家裡是總站 我每次上班上車的時候 都會發覺 座位旁邊有些東西 塞住 地上有些不知什麼紙 刺紙 不可能是Tissue 比較漂亮 不是刺紙 紙巾 有些就 不知道 有些就吃了檸檬茶 都有的 我上次見過最經典的 就是巴士司機 旁邊不是有個 位置類似是 不放東西 又不企人的 不知道是不是發電器 還是什麼 那個位置 對著沒有一個位置 然後再是 後一個位置 就是輪椅 我試過 有人把雞蛋仔放在上面 我不知道那幫雞蛋仔 是司機 吃到一半放在上面 還是有人放在上面 是不是很神奇 雞蛋仔 你會發覺 有多乾淨 是不是每一轉 那個巴士 去到總站的時候 都會有人上車去清潔 不是 我很肯定告訴你 不是 如果真的清潔了的話 哇 這麼大包東西 什麼 放了檸檬茶 地上有些刺紙 有些看不到嗎 沒有可能 這麼大包 這麼大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其實 相對來說 巴士 比的士 危險 這個很現實 你上的士 你也是搭口罩 那為什麼 我一點點私心 有時候都會覺得 為什麼只針對的士 不針對巴士 你的士還可以開窗 正如的士司機這樣說 每個客人走了 他還可以開窗出來 散一散氣 巴士不可以 他來來去去 都是那些冷氣 難道每一轉巴士 聽完的 如果大家 區議員做事 真的很好 就是 滴巴士司機做事 我不是想增加控課 你難道每一轉巴士 你都會噴一噴那個冷氣槽嗎 你冷氣槽幾天才洗一次呢 還是你每天一天洗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很肯定 不是每一轉車都會有人清潔 而我自己 好像5點多回來 我那個巴士 就由九龍站 即是九龍站 佐丁九龍站 就開出來了 我其實不是很後的站 我只是兩三個站就到我了 基本上 都是吉的 可以選擇位置 都是吉的 但我有時候都會看到 已經是有垃圾在上面 你不要告訴我 九龍站 由九龍站 由九龍站到巴士 兩個站到佐敦州 下車 有可能 不過不太存在 這樣也被我撞了 你不要說六合彩那麼容易被我撞 六合彩又不叫我撞 就是說 其實 他在九龍站 都沒有人清潔過那個巴士 那我怎樣確保 你巴士是衛生的 你扶手那些千人摸過 萬人摸過 你要知道 你扶手那些 你要是就 戴那些膠手套 你戴完就要丟了 因為如果有菌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都基本上用手摸的 記得疫情初期 你不要亂摸東西 因為 因為 基本上 那個病毒 是可以經過眼 有分泌的物體 是進入你身體 所以叫你不要到處摸 但是 巴士你很難不到處摸 我由樓上 我下樓下 我只要扶著那個 那條鐵通才能下到 個個都是這樣摸的 樓上一層坐六十幾個 樓上一層坐六十幾個 有多乾淨嗎 那至於為什麼 源頭不明 就是說回源頭不明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源頭不明 究竟是真的源頭不明 還是你們沒有做事 我感覺是 香港政府不做事 總之列了源頭不明 就不管了 算了 可以Atenify了源頭不明就算了 Close file 就是這樣 你見青島那些 它是不會close file 它每個源頭都會找回源頭出來 它寧願浪費很多人力物力 它都會找回源頭出來 好像做偵探一樣 幫你查回源頭 青島那一堂東西為什麼會爆 就是因為 他們查到 基本上的源頭就是來自於 一個叫做 packing 一個packing 是外國進來的凍獄 它就會說 為什麼最初那兩個人 是感染了那兩個人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接觸沒有關聯 是兩個不同的 一個就是搬運工人 一個就是送貨那些 就是在倉裡面送貨那些 他們兩個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接觸過 但為什麼兩個都舔到東西呢 那他們就查到 某個國家的豬頭 就是豬頭 有新冠 也查到某個國家的豬頭 某個地方有新冠 後來他們再追查 再追問才發現 原來的源頭就是這樣 基本上的源頭就是 那些凍獄的豬頭裡面 因為那個搬運工人會搬豬頭 又會搬那些肉 所以 他的搬運工人 就有個豬頭 惹了新冠 就去了那些肉 而為什麼那個司機 會惹到新冠呢 基本上他都跟那個 那個搬運工人沒有接觸 而那些凍獄 他也都不需要搬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 發生氣了 就說 當那些人搬了 上車裡 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packing 爆了 豬頭就滑了地 他就拿回豬頭 放回去那個packing 那就糟糕了 所以 我們香港 會不會 好像內地 去找回原頭 這個是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但是它是最保險 如果不是你 嚇一嚇就說 原頭不明就close file 你現在說的是幾十個 原頭不明 今天十個 明天十個 後天十個 就三十個 七天就七十個 喂 這十個原頭不明 它的上線 可能又有十個 或者二十個 在不停地散開 那你怎麼樣呢 你不追緝的話 你怎麼樣呢 其實 加理瘡 有時候都爆了 那你會不會再檢測一下 其實現在 由外面進來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帶著很多新冠呢 即是外國送新冠過來 還是 我們真的 我們自己 如果是 好像青島 北京那些 是由外國輸入 那些 洞獄那裡 輸入 我們是秘無可避的 你不停地 壓止我們 限聚我們 都沒有屁用 因為你是 打開了源頭 任他們進去 正如現在 聖誕要隔離的 是22號入境的 才隔離 22號之前的不隔離 你真是好笑 正如屈永賢這樣說 真的是 這個事實 誰放聖誕假 不是一早回來放假 你22號 誰會 22號回來 特意隔離14天 以後就回去 你現在英國那些 已經3號到9號 已經放假 其實已經飛了回來 你經常都說 酒店配合 酒店配合 配什麼鬼合 你這個世界有錢 就配合到的 難聽說一句 你賓館的 他現在沒有生意 他都會配合你的 你做什麼都會配合你的 你一人只限一間房 不讓他出門 總之 總之 他要吃什麼 你拿一張紙給他 填回來 就這樣幫他 打打 然後放在門口 有什麼問題 不要經常說 又要扮演什麼 國際都會 又要服侍人 又要怎樣怎樣 他現在是一個公危地方 帶些菌過來 帶些病毒過來 你還要這麼多人權 還要服侍他 還要我們包底 你沒事吧 其實如果在這段時間 他們要回來 度假 要回來 什麼時候 其實那些隔離費用 是要他們全部付 他們全部付 要不就不要過來 你想想 如果當一個地方 有疫情 有高危 或者是 有治安不好的時候 我們都會發出什麼 黃色警告 紅色警告 黑色警告 叫別人不要去 或者不要什麼 但為什麼我們這次不會 有得好像沒有染激 和任由 任由人自初自入 然後你就在那裡 政府就是壓榨我們 要我們限聚令 那為什麼不是管制 一些由那些疫區回來的人 你說 人家也沒有說是疫埠 人家沒有說 美國不是疫埠是什麼 你看看美國一天 眾生冠多少 十幾十萬人 十幾十萬 我們都是七百幾萬 他一個月就搞定 我們整個香港了 那我們是不是還要讓他過來 就是 你是不是 有時候我真的想說 你們 香港的高官 你是不是為了要討好外國 而 要我們 真是乖的香港人在那裡 送我們的命去死 喂 我們乖我們成 但是我們不代表他們這樣過來 我們不會惹到我們 我們這麼辛苦 捱著口罩 捱著限聚令 捱著什麼什麼 他們什麼都不用 就過來惹我們 那對我們公平嗎 你就去不停限制我們 又不限制他們 你入得我們香港的警 你就要守我們香港的法例 你管他怎樣 其實香港本身之前都有一些酒店 可以做隔離的 你就跟他們說 你預約到他們的 做隔離的 你才好來 如果不是 抱歉 你提供不到酒店的 預約 那你不要過來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他們過來 到隔 要我們香港人幫他們買單 他沒有錢就不要過來 沒有錢就不要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 正如我們沒有錢 我們都去不了旅行 那他回什麼 就是 我覺得 香港政府 真的要想想 我們香港人的感受 就是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有些人說 我們 就是我看到有些 什麼 現在林卓廷也有的 現在林卓廷 不知道為什麼開有 開Youtube 他就說 看到你們那些 什麼所謂的 他叫藍營 在那裡插政府 就說我們funky 不是我們funky 你要搞清楚 是真的政府做得不足 我們要出聲 像是你們那些什麼 什麼都看不到 是非不分 總之就是立場行先 當然沒有可能 所以我希望政府 真的有時候想一想 究竟誰才是你 要服務的地方 誰才是你要管的地方 別人的事 不要管別人那麼多 你管好你自己香港 不要管別人 什麼人不人權 過不過來 剝奪了人權 我們的人權 我們的自由 你也是在剝奪 就是為了保障他們的什麼人權 你不要多餘了 你自己管不上 這次就說到這裡 希望香港政府 真是給多些時間 真是落多些本 不要花錢在無謂心上 找回所謂的源頭不明 究竟是哪裏 這個世界沒有源頭不明 只有隱瞞 這次就說到這裡 拜拜